这些鞭炮就开始电了 在小琉球出身 东港交班中长大的潮州镇公所 主秘王健元 正在日式文化园区内展览馆做导览 只见一旁同仁 有的直播有的录影记录 原来这是公所为而让年度屏东三大银王特展 能够顺利展出特别推出的企划 以线上展览模式 要让大众在家也能看展 我们潮州这边日式文化园区 三大银王策展的活动 那在这边很多摄影大师 都把他们的作品提供到这里来 那很不巧的刚好遇到我们的疫情管制 那三级管制这个部分就暂时先不开放 那不开放的期间 政公所又在想 包括我们的幕僚团队都在想说 这么好的摄影展 这么好的作品 怎么样去呈现给大家看 那也不枉费这些摄影大师的一些心愿 跟想法 那所以我们文官所所长就来讨论说 我们应该来发明线上的展览 那我们透过这个线上展览 可以让一般的民众 他只要加入我们潮州政公所的FB的网站 还有我们园区的粉砖 就可以透过线上展览 来看到我们这一档很优秀的 三大银王摄影展跟牧船展 那这一个线上展 我们其实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做法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不同于照片及影片文字记录的模式 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推出的线上展览 以导览模式进行 邀请对民俗文化有深入认识的人 或是拍摄者进行线上导览 这样类直播的模式 更能让乡亲有亲民展区看展的感觉 民俗的这种东西 从以前还是小时候的时代 就跟着长辈一路这样学习到现在 那这中间我当然也会去请议过很多 包括我们造船的师傅 包括我们一些庙方的工作人员提供给我一些资讯 那我也趁这个摄影展的期间 那整合一下可以在线上 透过我们日式文化园区的粉砖 那透过镇长的脸书 透过我们所有的那个工作同仁的一个分享机制 都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由于才刚开展就遇到疫情冲击 因此工作改变作为 让英文特展也能透过不同的模式呈现给乡亲 未来将持续采取相同模式 在闭馆期间提供线上导览 换乡亲永远上网或至脸书粉丝团欣赏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